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頻道會在每週是更新金皮卡杯 相關的知識以及一些小技巧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推播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個 Aurea的V4 這一個新的充足系統 其實這個系統 學長剛開始一直覺得 我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搞那麼累呢 一個濾杯下面要配四個底 我剛才真的覺得這個有點瘋狂 但是呢經過我很快速的玩了一輪以後呢 我覺得這個系統還真的是有一點厲害 而且有點恐怖的程度耶 因為換個底 它整個風味的結構的大改變 讓我非常的震驚 這真的是一個很突破性的一個研究方向 就是真的換底 它的風味非常的棒 而且我覺得Aurea最棒的地方是 它的設計上面是很科學的 所以等於說呢 它可以減少很多人為上面的失誤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個店家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現在要請一個新員工 要培訓他 讓他會衝手衝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可能很久 他會了他就跑了 但我覺得Aurea這一套V4 其實對於培訓來說 新員工來說 真的是相當的簡單好用 那學長待會跟大家講一下說 我這四個底 它各自的特色 以及 我會提供這四個底 我覺得不錯的參數給大家 給大家做參考 你都可以來試試看 我覺得四個都非常非常的好喝 那我們就準備先來簡單講一下 OK 這邊有一個 這是有分兩種尺寸 叫Narrow 這是Narrow 是比較窄的 它另外一個是比較寬的 那它有四個底就是這樣 這邊這個金屬的托盤 你轉進去以後 你就可以 就可以使用了 可以用蛋糕濾紙 也可以用他們的特殊濾紙 但是我覺得蛋糕濾紙 還是比較便利一點點的 好 那我們可以看 這四個底分別是 這一個叫做Classic 然後這個比較 有很多這個鋸齒 像是肋骨的 這個叫做Fast OK 然後這個圓圓的 這個叫做Open 然後這邊有個 有個這樣子 像是也是鋸齒狀 但是它口非常快 叫Apex 這四個濾杯 那學長建議呢 我們可以先用Classic 那學長待會的 基本充參數呢 也是從Classic開始 那Classic參數呢 也可以在利用 在這三個上面 你會喝到 非常明顯的 同樣的充法 但四個個性 完完全全可以在這個充法上面 被表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充法就很萬用 那我們就先來邊充邊跟大家聊 先從Classic開始 那我們要先洗濾紙 我已經洗好了 然後呢 研磨度呢 比你平常用的 悶蒸的手法 還要再細一點點 因為我們待會的手法 是不會悶蒸的 那待會呢 我們的充足概念很簡單 就是 三分之一充足法 那這三分充足法呢 適用於這四個 所有所有的濾杯 然後我們邊充邊跟大家講 然後一樣 我們搖一下 好 水溫用90度就可以了 正常來說 好 然後第一段呢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我們就是 一口氣給110 然後第二段也給110 第三段也給110 所以你不用特別做悶蒸的動作 就是你把水流完就可以開始給下一段 好 開始 好 正中間 內圈給了就往外繞了 你不用正中間停留太久 就是內外平衡就行了 內圈多少 外圈就多少 所以你不用在某一個單點 停留特別久 這一點也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是平底濾杯 可以到110 等它流完 可以看到 這段流速還是非常的快速的 那 三段都110 它這每一節呢 就會對應的一個風味 酸甜 它的口感 好 等它流完沒關係 好 等它快要流完 可能時間也差不多 跟悶蒸也不會差很多 40 45秒 左右就會流到 差不多已經感覺到它是乾掉的 好 差不多42 43 好 第二段我們一樣給 正中間給下去以後呢 就往外繞了 內外圈一樣 都看到 會有很漂亮的油脂 整個被釋放出來 一樣給110到220 因為 Aurea它的萃取率其實是很夠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給到1比16.5 就是到330 1比16.5 會不會太淡的問題 不會 口感非常的扎實 所以 這個濾杯的能量很強 所以你可以盡量的 把1比16.5 味道反而很OK 有時候吹到1比15 味道會比較擠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可以吹到1比16.5 是很好喝的 看第二段流速 略微慢一點點了 它會做出更多的甜質 好 第三段 一樣等它流完 一分半了 正中間給下去 然後順速往外繞 不要停流喔 還是一樣 依據老話 就是如果你的粉塵 它本身的內外就是一樣多的 那你就不要特別停流了 這個觀念還是很重要的 然後到330 好 收 329 OK 這樣就完成了 那 這個濾杯Classic呢 它是 酸 甜 跟口感非常非常平衡的一個濾杯 那同樣的沖法 如果你用這個FEST的話 一模一樣的沖法的話 它的酸質會很爆量 所以就很明顯知道說 這個FEST這個濾杯的底 它的強項就是把酸質做得很強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酸的話 可以以這個為出發點 然後呢 這個OPEN 用同樣的沖法的話 整個甜度會大爆發 這個OPEN 是甜度為主的一個濾杯 那APEX呢 它的這個底 如果用這個三分之一給水法的話 它的風味喝起來 層次會比較開 但是也是偏酸的 這個是四個濾杯面 比較難講義 待會我會特別 為大家解釋一下這個APEX 怎麼使用 OK 沖完了 那我們就是完成 大概是兩分半左右 兩分半左右 好 我們來喝一下 酸甜口感 一節一節的 非常的標準的一個濾杯 所以CLASSIC呢 基本上可以說是 它每個味道都有 很均衡 所以如果 以一般出杯來說 這個非常非常的安全 非常非常的好處 那剛剛學長的沖法 大家也看到了嗎 沒有什麼太多的技巧 就是把水配好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接下來來玩 第二個 我們來玩 FEST 那這也是 這一屆的世界冠軍用的這個底 它的流速呢 明顯會比這CLASS快滿多的 然後酸質的放大效果 也非常非常的顯著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喝香酸的路線的 其實這個底是非常非常適合你 那它有點像是西芒綠杯的概念 就是那個香酸的放大程度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它也是這一屆的世界冠軍使用的底 所以可以想像那個香氣的表現 應該是很厲害的 OK 那你也用剛剛那個學長教的 1101101101 3分之1給誰 那學長這邊會教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修正版本 就是甜度比較高的修正版本 好 那我們就先放粉 那咖啡粉的部分呢也一樣 是比剛剛的 跟你平常有悶蒸的 比如說你V60用5 就用5就可以了 跟悶蒸 有使用悶蒸的研磨度是一樣的 那比剛剛Classic 可能要帶粗一點點 Classic是比較偏細的 因為它沒有悶蒸嘛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來做悶蒸的動作 OK 好 先來做悶蒸的動作 一樣正中間給下去 以後就往外繞了 然後讓所有的粉都吃到水 一樣多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內外圈各一圈 正中間給到外圍 外圍再給到裡面 但其實只要內外圈 可以一樣多就可以了 那都要吃到水 所以大概是30到40克就夠了 我是覺得30就夠了 那因為這個Fast這個底 它流速很快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做一下悶蒸的話 是有助於它的酸質 不要過分強勁的 所以這個 對整體的平衡感會幫助滿檔 然後一樣悶到40秒左右 我們給到150 然後內外圈一樣就好了 不用特別給在正中間 正中間給下去 往外繞 然後再回中間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次 金黃色泡泡很快就出來了 因為我們剛才有做悶蒸的動作 所以粉吃水的狀況呢 就已經進到比較後面的階段了 150 對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再做100ml的給水 這100ml主要目的是為了把甜度墊上 我們剛剛150這一段呢 主要是把酸質墊上 所以可以看到比例上面是比較多的對不對 到150 然後後面再墊100cc的甜質 那它的酸甜呢 喝起來就很平衡 OK 差不多流完以後呢 第二段 第二次 給下去一樣 內外一樣多 所以給水技巧方面呢 可以說沒有什麼技巧可以用 主要還是用你的配水 配水我覺得是這個 Orea這個濾杯呢 它的一個很大的觀點 就是你有沒有那個思考點 能夠把酸甜 還有口感 它整體的 協調度啊 或是平衡感做好 所以是Orea濾杯這個 比較值得挑戰的部分 它的給水技巧真的是 比V60比較起來算是簡單很多很多 然後最後一段呢 我們有做80 這80呢 是做一下尾巴的口感的部分 好 一樣 給下去 往外繞 內外圈一樣多就好了 好 一樣給到330 給80 OK 完成 那FEST的這個濾杯呢 這種沖法 我們就可以更 讓它整個萃取時間 稍微再長一點點 但是呢 可以去輔助一下 因為它本身流速非常的快 可以去 讓後半段你的甜度也好 後半段也好 去回扣一下 讓你的酸質不要太過繭 喝起來呢 就會 更宜人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 就算說這個 比它本身流速很快 我們還是要盡量做到有平衡的感覺 2分40秒左右 正常來說 我們用classic 剛才2分半 應該要比FEST 時間來的長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們增加了悶蒸的動作 以及我們多一次的斷水次數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的 分鐘速比較接近一點點 那我們可以去讓FEST 整體喝起來呢 也更平衡一點 好 我們來喝一下FEST 同樣的豆子 你們可以比比看 當然我們研磨度不一樣 但是 你們自己在玩這個濾杯的時候 最好玩的就是第一次啊 就是四個濾杯 一次一次沖完 你會發現說 哇原來一個濾杯的底的不同 整個風味的表現就會差很多 這真的是超級迷的很好玩的一件事 很好喝 酸質 剛開始的水果表現呢 就會比classic 再更鮮明一點點 但因為我們有做修整 所以酸後面就馬上跟著甜度 很飽滿 非常討喜的一杯 很飽滿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 類似像西芒的調性的話 這個FEST這個底呢 就我覺得蠻像西芒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玩第三個 叫OPEN 它是四個底裡面 我覺得最甜最甜的底 OPEN是一個大洞 也是我覺得非常討喜的一個底 它算是甜度非常非常容易做出來 所以如果你用三分之一給水法 就覺得這個濾杯好明顯好甜 好那我們今天 學長會用修正版的 所以我稍微會讓酸質 再補一點點過來 也是更平衡 但是仍然還是以甜為主的 那研磨度呢 介於剛剛前面兩個的之間 classic是最細 然後FEST呢 是比較偏粗一點點 因為它要悶蒸嘛 那OPEN呢我不悶蒸 但是我又希望它比classic呢 再甜一點點 所以我研磨度呢 會再放粗一點點 OK 好我們先放 粉20克 然後我們一樣沖到330 好 所以第一段呢 我們不要做太多 做75就好 那我們水溫的部分呢 我會比前面兩個 稍微溫度再高個2到3度 因為我這樣甜質的表現呢 會更明顯一點點 所以我用93度 然後第一段呢 我給75CC 不做悶蒸 那第二段 我會用比較多的CC書 會給到150CC OK好 93度 準備好第一段 齁 時間按下去 好一樣齁 正中間給下去以後呢 就順順往外繞 然後呢 繞到最外圍 再回中間 就順順的內外循環 給我75CC OK 好75 然後等到全部留完以後 可以第二段齁 第二段齁 一般150CC齁 所以我們這樣加起來 就到225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齁 我們前段75的 痠 酸質的部分 我們有略降一點點 比原本110 是降蠻多的齁 但是我把更多的CC數 給到中段 讓我甜質呢 能夠盡情的發揮 喝起來就真的很討喜齁 尤其是一些非洲豆 我會覺得我的非洲好甜喔 好 另外大概也是40 45秒左右 第二段 好 一樣內外圈 一樣多 正中間給完 往外繞 外圍 再回中間 給150 所以到225齁 好 金黃色的油脂 很漂亮齁 225 這一段呢 大量的把甜質 盡情的脆出來齁 可以發揮這個底的特色 它叫Open 但其實呢 我覺得應該叫Sweet 就是很甜的一顆 一個底 然後非常 應用起來非常的棒 那我也覺得它很像是 花瓣濾杯的升級版 因為它的 表現甜的方式不太一樣 但是 調性有點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Classic是很經典的 然後Fast的原箱是新芒 那這個原箱是花瓣 OK 留完以後大概1分35秒 1分40秒 第三段直接可以到330 好 所以最後一段呢 我們大概還有100 105左右 好 那這一段呢 以設計來說呢 就是以 後半段的口感為主 但這個濾杯呢 大家也不用擔心 它口感會太厚的問題 因為它其實 流速其實也並不慢 所以後面我給 105 這個C數大概也是1 3分之1左右 它就是蠻平衡的啦 我主要是調整酸跟甜的比值嘛 所以呢就是放大甜 降低酸 平衡的口感的部分呢 是做差不多 可以看到最後一段 其實流速也不慢耶 對不對 甚至於在3個濾杯裡面 它的流速還是比較偏快的 大概是2分20 25秒就流完了 我們來喝喝看 這個濾杯其實我覺得很討喜 尤其如果是店家的話呢 因為現在的消費者 只要你沖出比想像中還要甜的手沖 基本上我都覺得消費者接受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就很容易很討喜 就讓消費者很有印象嘛 聞起來呢就是有比較明顯的 比較大分子量的香氣 就是比較甜香的部分 花香啊 果香 水果香 還是Fest的最強 但是呢 Open的這個底呢 它就是可以更多甜香的部分 或是和果香這種 比較大分子量物質的香氣 在Open上面是表現得非常非常的明顯的 整體呢中段的飽滿度非常的好 就是很甜辣 然後Body也是很適中 那微微的酸質 如果你的消費者喜歡的話 這個濾杯底還是不錯的 OK 那最後呢我們來講一個 我覺得4個裡面比較難駕馭的 就是這個Apex 這個底呢算是比較特殊的底 我也覺得是比4個底裡面 唯一一個比較難駕馭的 所以也算是很有挑戰性 那Apex的概念呢 有點把蛋糕濾杯 往追形濾杯的方向去研究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當它在水下去的時候呢 這個底它本身它會有 濾子會往下沉 甚至有不小心會有點快掉出來的感覺 會形成一個像圓圓的 圓錐形的一個底面 那這個狀況呢 其實 嗯 它會讓我整體的 粉塵的厚薄度呢 不完全是平的 所以就有點像是 錐形濾杯 錐形濾杯中間底的粉比較厚 但是沒有這麼誇張啦 但是有點像圓圓圓圓圓的 中間比 稍微厚一點點 所以呢它是可以借一點 錐形濾杯正常的沖煮概念 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有一點點像V60 在充足方面 大概70% 你可以跟V60的充法去做接近 所以呢 待會呢這個充法呢 我也會跟V60的邏輯有一點點接近 好我們粉的部分呢 跟FEST一樣 就是跟有悶蒸的時候的研磨度 所以我是 比較粗一點點 一樣是20克 好 那這樣充法你會覺得 好像跟V60有一點像性 好 那我們準備了 水溫90度就可以了 不用特別高 OK 那我們粉下去以後呢 我們水溫部分一樣90度 我們先從悶蒸開始做起 水溫悶蒸一樣 正中間給下去 不要等太久 往外繞 內外均勻 再繞回來 可以 OK 內外差不多 30克左右 那一樣等30秒 那接下來的第二個段呢 是比較特別的 是今天所有的底裡面最特別的 我們要用類似於V60的 中心注水法的方式給在正中間 因為呢 它的濾紙會有一點形變 形成一個圓圓的這個狀況 所以呢 中間粉塵還是會變得比較厚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形變 中間粉塵變厚的這樣一個特色呢 給在正中間 水不要太大 給它正中間 那你會發覺呢 它的濾紙好像會有微幅的往下沉 那是正常的 它的排氣狀況呢 也會跟V60比較接近 會有一個明顯的中間會有一個 像是空氣統道的東西被我們打通 那一路給 給到多少 給很多 給到210 從30 給到180這麼多 就一半以上的水 我們都是用這個 類似像中心注水法的方式 把它完成 那這一段呢 會做出很多的酸甜質啦 OK 所以會讓它的層次的表現呢 會比較明顯 OK 好 給正中間 它邊邊有一點液水呢 也沒有關係 很正常 它本身呢 還是處在一個 粉跟水是有接觸的狀態 好 210 然後後面我們還有120 對不對 我們分三次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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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段呢 就是用大水讓它整個做醃水 好 流完了以後對不對 然後我們用大水 到250 好 順順給就好了 250 然後第二次大水 等它全部流乾 沒關係 第二次大水 好 一樣 給 到290 好 第三次大水到330 那其實這個 為什麼這個做法會 可以 長這樣呢 就是前半段呢 我們是使用 類似於中心駐水帆 後半段呢 其實就是用大煙水的手法 讓我們前後層次感呢 能夠拉得出來 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對不對 我的濾紙是不是一直往下沉 原本是在很高的位置 我給到這麼後面的時候 我濾紙已經往下沉了 整個濾紙的邊邊已經不在於最上緣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 我濾紙是不是已經整個往下沉 呈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對齁 所以它整個 濾紙的形狀呢 變得比較像是一個 圓拱的 它跟 當然不是跟追行濾杯比 它還是 相對來說是比較平底 但它就是變成一個圓拱狀 所以呢 這個濾杯就很好玩 但是介於 蛋糕跟追行濾杯之間 所以 它的層次表現呢 可以說是 在四個滴裡面 最容易表現出 比較明顯的層次感 以我們台灣人喜愛程度的話 如果你平常就很喜歡喝層次很顯的 譬如說你喜歡喝V65 這個濾杯 它的層次表現 你可能會覺得比較熟悉 會比較喜歡 但是大家也知道嗎 如果 我沖出會有這種 濾紙形變的狀態 它的難度呢 可能確實就會比較沒那麼穩定 所以它也是四個滴裡面呢 比較沒那麼穩定 沒那麼簡單使用 比較特殊 因為有時候就這樣 變化多它就是難度會變高嘛 但是我們可以來喝喝看 它的風味表現呢 前後層次就是拉得很甜 前面的香刷 後面的甜跟口感 就是比較有明顯的 明顯的差異性 所以 這個底也是很好玩 但是難度確實是略高一點點 適合有挑戰精神的玩家 可以去玩一下 那以上呢 四個底呢就是 這個 Aurea濾杯呢 它的 它的設計 說實在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你可以看 聽學長 如果你從頭到尾聽到這邊的話 可以聽得出來 其實它 它在設計上面 對於無論你是喜歡喝 平衡感 平衡感的話 大家都知道了嘛 對不對 我已經說了半天 就是Classic 就是平衡 前中後都很清楚 那如果你想要喝香酸多一點的話呢 就是Fast 酸質很明顯 如果你想喝甜質多一點的話呢 就玩Open 甜質真的是很容易做很爆表 那如果你喜歡喝層次感 或喜歡像V60這種路線的話 可以玩Fs 但Fs也是最難挑戰的 所以呢 以上四個呢 可以看到這個Aurea這個系統 實在是有一點厲害 外框都不改變 蛋糕綠子也不改變 我們只要改變底座 就可以變出很多的花樣 而且 除了Apex Apex真的比較難於一點以外 其他三個呢 都非常的穩定 這三個底 基本上呢 每一次充出來的 相似程度 應該有80以上 就是都蠻像的 就比較不會有失誤 那我們今天關於Aurea綠杯的底呢 我們的快速示範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或是是 還有一些其他的配件啊 或是還有一些那個壓止器啊 或是特殊形狀的綠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大家在留言 敲完 希望再來做一集吧 內容實在太多了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